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羅馬 羅馬 由第七領地人類之子 哈利波特阿斯卡番的逃犯的導演阿芳中邦龍指導 這是Netflix出品的一部墨西哥電影 我一直以來很喜歡這個導演的電影 也很喜歡這部電影羅馬 故事背景在1970年墨西哥城的羅馬區 所以片名的這個羅馬 並不是指義大利的那個羅馬 也不是羅馬假期的那個羅馬 劇情很寫實地敘述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 在一年之間所發生的變故 這個故事還蠻特別的 是以這個家中從鄉下來的女傭作為主角 每天負責照顧這一家人 洗衣、做菜、掃地、洗碗、接送小孩 表面上不屬於這個家庭的一份子 但實際上已經漸漸地 跟這一家人成為一個命運動團體 這部電影在去年的威尼斯映展上面 得到了最佳影片金獅獎 在上週的金球獎頒獎電影當中 拿下了最佳導演還有最佳外語片 也預計會是今年奧斯卡獎上面的大熱門 羅馬被稱為這個導演的自傳電影 就像是侯孝賢的童年往事一樣 是一部回顧自己童年經歷的自傳電影 羅馬的劇情內容很簡單 你就是看著這一家人的生活大小事 還有過節、度假等等 很平時卻又很有力量 導演用了很精妙的電影語言 讓我們很容易的進入到導演想要講的故事當中 很容易進入到這一家人的生活裡面 其實不難看見這個瑣碎日常的故事當中 電影想要告訴我們的那些人物情感還有關係 並且常常突然一下你就會被這個主角的遭遇所打動 在這個黑白的畫面裡面 我們看到這一家人所居住的小豪宅 還有在這個家的外面那混亂的世界 當時的墨西哥正在經歷一場不光彩的政治動盪 羅馬的劇情很巧妙地帶到這件事情上面 並且也產生了幾場張力及強大的戲 而跟這場動亂沒有什麼關係的這一家人 他們看似安穩的中產階級生活也面臨到強大的考驗 最近很流行說愛最大 但看完這部電影之後你一定會同意母愛最大 羅馬絕對是一部讚揚母愛讚美女性的電影 電影的最後有一行字寫著獻給Limbo 他是導演本人的保姆也是電影主角的原型 我想要說的是如果你小的時候有這樣子一個保姆 或者是類似保護著你長大的人 你一定可以看到這部電影當中導演他想要傳達的濃烈情感 飾演這位主角的是一位素人演員 自然單純的演出幫這部電影帶來很重要的調味 而他真誠溫柔甚至有點憨厚的個性 讓你不管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你也絕對會喜歡上這個角色 除了他在攝影機面前完全放得開的表演之外 他的眼神更是會一直流露著一股溫柔還有關愛 在這部羅馬當中他真的是一個很美的角色 羅馬完全展現了這個導演他強大的調度能力 雖然只是一個中產階級的故事 但還是出現了幾場重要的大場面 包括海邊的那場戲你可以看見這個導演 他運用場面、人物、鏡頭移動、說故事的才華 其實這部電影也不需要解釋太多 很適合大家去看 而且只要你有Netflix你隨時都可以看 並且官方還有建議你怎麼樣調整你家的電視 最好是把一些電視裡面的特效都關掉 才可以得到這個導演最想要讓你看到的色彩還有影像 還有聲響、音效也是這部電影當中很重要的一環 這次導演完全捨棄了在地心引力當中很好聽的配樂 完全使用自然環境的聲音要讓我們有身歷其境的感覺 《羅馬》是一部帶點詩意的寫實劇情片 有讓人感動、很真切的情感 我想這部電影也帶來Netflix的新時代 讓一部墨西哥的電影可以讓全世界這麼多大量的人看見 那是不是有一天我們台灣也可以拍出一部這樣好的電影 然後跟全世界的人分享 這部電影適合給想要一部溫馨感人的好電影的觀眾去欣賞 或者你想要知道怎麼拍電影才可以得到奧斯卡最佳導演的你 《羅馬》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威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